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流量小声的代表 那时候也是要延迟有延迟 要话题有话题 然而几年过去了 蔡徐坤 肖战 TFPoints等更多流量崛起 四大顶流也让位许久了 除了受到新流量的冲击外 老四大顶流们还都有一个非常掉本的变化 就是延迟下跌严重 也被网友们吐槽了很久 吴亦凡的颜值 简直较断牙式下跌 本来精致的五官和脸型 一个发胖 就成了大一 最灾难的一次 就是19年 在巴黎时装周上的粉色穿搭 发福长胖 加一身粉色 精修图 看着勉强还行 但生图 简直又图又油腻 之后吴亦凡 也是在长胖和减肥中 反复横跳 终于在最近吴亦凡 在出席某活动的路透中 明显看到 吴亦凡又瘦了 颜值也跟着回来了 瘦下来的吴亦凡 脸部轮廓分明 五官立体深邃 似乎看到了几年前 没胖的吴亦凡 另一个发胖导致颜值下跌的 就是陆寒了 刚回国时的陆寒 看起来就是清秀又水灵的小鲜肉 而近两年来 不仅长胖了 脸上还有点滑的感觉 而且相比起吴亦凡 陆寒对自己的形象就显得不太上心了 经常在镜头中 都是头发爆炸 素颜刚睡醒的感觉 不过最近陆寒的颜值也回春了 不久前的直播中 陆寒的脸明显小了一圈 瘦下来的陆寒脸 小五官精致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三十岁的人 而且发型也有点回到当年 寒留小鲜肉那位儿了 不少网友也连连夸赞 陆寒瘦下来太帅了 而且还感叹明星 真是说瘦就瘦啊 杨阳一直都是帅气的代表 五官俊朗 是非常标准的帅哥颜值 虽说身材一直被大家吐槽比例不好 但这张脸却是大家公认的好看 前几年杨阳却被大家吐槽变油腻了 杨阳为此开始转型 减了寸头 塑造硬汉的形象 效果还是有的 不过颜值也是明显下跌 转型之后的杨阳也长肉了 身材也壮实了不少 整体感觉变得很沧桑 不过演了几部军人戏的杨阳 终于颜值重新回来了 而且和迪丽热巴合作 回归偶像剧 无论是出席活动 还是在剧中的颜值 杨阳又回到了之前的帅气模样 五官深邃 轮廓分明 而且还有一种更加成熟的男子气概 而四大顶流中的李一峰 也是颜值下跌过好几个档次 同样逃不过 发福长胖 一胖起来完全就是中年男人的感觉 脸部本来就不是轮廓分明的长相 一胖起来感觉脑袋大脖子粗的 武装穿起来都显得壮实了不少 而且也没有那么仙气了 不过明星真的似乎都是胖着玩玩 李一峰的镜照中 明显看到他没有之前那么胖了 连也小了不少 看起来又有笑草的颜值了 而不是发福胖大出的济世感了 虽说娱乐圈中流量小声层出不穷 不过这四位老顶流们依然是占据一席之地的 而且相比起 现在很多只有热度 没有作品的小鲜肉们 老四大顶流 还是个个都有作品能打低 只希望他们能保持自己的颜值 不要再胖下去了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这 Еще victim里面有胃依然想是占得的 但是看起来 我自动 NR的业勉膚 不用划船